这一对母女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面对这两个相差20岁的女人 男人的选择是两个都要 白天和女儿谈情说爱 晚上和母亲激情缠绵 却不知这样的选择 会带来让她无法接受的后果 这个满脸欲亲的女人 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英子 虽然她戴着硕大的墨镜 可还是遮挡不住脸上的伤痕 英子是个高中教师 每天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 下课之后 她顾不上在意同学们的议论纷纷 收拾东西立刻赶回家里 可就是因为晚到家了一分钟 她的酒鬼丈夫 冲上来就是一戒耳光 嘴里还不甘不敬地骂着 晚回家这一分钟 肯定是英子去找野男人了 听到这响亮的耳光声 女儿又真赶紧跑出来查看情况 可还没等她来得及阻拦 父亲的另一个耳光 就落在了她的脸上 虽然喝得醉醺醺的 可父亲仍然有着一丝理智 看到自己误伤了女儿 连忙将女儿搀扶了起来 其实在几年前 这个职业运动员父亲 一直是又真心里的骄傲 可因为一次意外 父亲被迫退出了国家队 从此一蹶不振 也失去了所有的自信 她每天在家除了喝酒 就是疯狂的疑心妻子会出轨 一句话说不对 就会对妻子拳打脚踢 也因为她的暴怒 妻子每天只能带伤上班 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升职的机会 这样压抑的生活 不光对英子来说是一种折磨 就连女儿又真 也陷入了无尽的煎熬 她甚至在同学的面前 刻意地陷害父亲 表示父亲除了会殴打她和母亲之外 还强迫她发生了关系 得知这些的母亲 二话不说就给了她一记耳光 因为家丑外扬 更因为又真说谎 但她不知道 这样压抑的生活 已经让又真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这天晚上 英子回到家后 准备敞开心扉和丈夫谈谈 可丈夫的态度依然恶劣 一句话不对再次动起了手 英子第一次动手反抗 却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 回到家后的又真 看到母亲倒在血泊之中 以为是父亲活活打死了母亲 一想到以后 自己要单独和酒鬼父亲生活在一起 又真觉得身无所望 于是 这个尚未成年的女孩 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 她吞下一大把安眠药 然后走出房门 木讷地将父亲的啤酒 换成了致命的毒药 等到英子从疼痛中醒来时 看到眼前的一幕 顿时惊慌失措 经过一番抢救之后 又真活了下来 而那个混蛋丈夫 却因抢救无效死亡 本来这对母女俩来说 一切都皆大欢喜 可警方介入后 却调查出了又真投毒的真相 这毕竟是故意杀人 警方直接将又真强行逮捕 看着女儿成为了阶下囚 英子后悔莫及 如果面对家暴使她勇敢一点 女儿也不至于背上师父的名 随后 英子开始了为女儿伸冤之路 为了证明 女儿确实是无奈下的正当防卫 英子想到了女儿之前的谎言 她告诉警方 丈夫生前 不仅会对她和女儿家暴 还强迫女儿与其发生了关系 反正丈夫已死 所有的一切都死无对证 英子的这个谎言 顿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舆论 家暴带给一个家庭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这个年仅17岁的女孩 为了拯救被家暴的母亲 残忍投毒 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为了拯救女儿 英子编排出了丈夫强奸亲女的罪名 也正是因为她这个谎言 女儿佑珍才能以正当防卫之名 被警方无罪释放 虽然出狱后的佑珍 背负了一段时间的舆论压力 可时间总能冲淡所有的一切 三年后 这对苦情母女 彻底忘记了昔日的苦难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摆脱了混蛋丈夫 英子的事业也直线向上 甚至买上了新的轿车 洗提心车这天 英子带着女儿来到了加油站 却意外偶遇了一个 贴心又帅气的工作人员俊宇 女儿提醒英子 以后再找老公 就要找这种细心又温柔的 女儿说的没错 俊宇确实足够细心 为了帮助喝完酒的英子 她主动请英 开车送英子和佑珍回家 结果竟然真的在路上 遇到了查酒驾的警察 下车后 佑珍忍不住前去道谢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佑珍发现 母亲开始化妆打扮 她不禁打去母亲 看上去是遇到了第二春 但佑珍没想到的是 母亲寻找的第二春 竟然就是那天偶遇的俊宇 佑珍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因为在和俊宇第一次接触时 她就已经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暗恋 现在暗恋的人 竟然成为了母亲的男朋友 于是 佑珍当即耍起了小杏子 为了让女儿高兴 英子忍痛割爱 和俊宇断了联系 佑珍看到母亲为了自己 真的和俊宇分了手 一时间 又有些心疼自己的母亲 曾经母亲为了自己 忍受着来自父亲的谩骂和毒打 现在 总不能因为自己 再断送了她第二次幸福的机会 于是 她告诉母亲 只要俊宇能够带给母亲快乐 她愿意接受这个祭福 得到女儿的祝福后 英子趁热打铁 很快就和俊宇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生活 让英子彻底地放松了下来 有了新丈夫俊宇的疼爱 她如同扶贫一般的人生 终于稳定了下来 但陷入幸福中的英子却没发现 女儿佑珍的情绪 已经肉眼可见地低落了下去 直到这天 佑珍提出要搬出去住 英子才发现了一丝不对 可她并没有主动找女儿沟通 而是把这件事情 交给俊宇去办 可当俊宇来到佑珍学校时才得知 佑珍竟然早就辍学了 后来俊宇才知道 原来同学们得知了佑珍不堪的过去 所以联合起来孤立她 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佑珍 不想母亲再为自己担心 所以选择了独自一人承受一切 佑珍的懂事 让俊宇感到心疼 于是 她当即答应佑珍 会为这件事保密 从此之后 俊宇每天都会陪伴着佑珍 他们一起坐长长的地铁 一起去游乐园里玩耍 如果不说清他们的关系 路人都会以为 他们是一对热恋妻的情侣 俊宇本以为 自己的关心和疼爱 能够让佑珍快乐起来 但她没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她的无微不至 让佑珍对她的感情死灰复燃 陷入感情烦恼的女孩 找不到情绪的宣泄口 陷入了更深的煎熬 下班后的母亲回到家里 眼前的一幕 让她彻底陷入了疯狂 因为她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精心挑选的二婚丈夫 竟然是在隐王入室 自从知道佑珍辍学以后 俊宇就开始和英子进行沟通 她不断地暗示英子 佑珍的世界出现了问题 希望当母亲的英子 可以多关心一下佑珍 可英子始终不以为然 或许在她的心里 过去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 没有什么能够打倒女儿了 却没想到 丈夫去世的事情 一直以来都是女儿的心结 因为英子的不在乎 让俊宇更加心疼佑珍 于是 她开始抽出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佑珍走出阴霾 而佑珍 也在这个过程中 对俊宇爱得更加深刻 甚至 连俊宇换下来的脏衣服 都会紧紧抱在怀里纹 两个人越来越近的关系 也被母亲看在眼里 或许是出自于女人的直觉 母亲心里总觉得怪怪的 这天 佑珍再次和母亲发生了冲突 面对母亲的忽视 她愤怒地告诉母亲 自己已经退学了 而退学的原因 是因为被同学们认出来 这让英子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在她看来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 完全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 而去指责自己 可她忘了 佑珍还是个刚成年的姑娘 是父的行为 对她幼小的心灵 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伤害 因为这场争吵 让佑珍对母亲彻底失望 于是她再一次提出 要自己搬出去住 听到女儿再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 英子有些急了 她想要拥有爱情 但也不能失去亲情 但这个女人的脑回路有些古怪 她又一次 选择让俊宇去挽留佑珍 当俊宇赶回家时 佑珍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看到俊宇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委屈都爆发了出来 她讲述着自己的暗恋 梨花带雨的样子 简直是我见游莲 这一刻 俊宇忘记了所有的道德伦理 紧紧抱住了佑珍 而后 两个人自然而然地稳在了一起 这一天 他们彻底打破了道德底线 在母亲的床上滚了床单 因为俊宇这种 劝人留下的方式很独特 所以佑珍再也没有提过离开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英子上班的时候 就是俊宇和佑珍二人世界的开始 他们忘记了所有 只记得激情的缠绵 可只包不住火 所有的丑事都有暴露的那天 这一天 两个人再一次鬼混到了一起 但他们没想到 一直循规蹈矩的英子 竟然提前下了班 当英子回到家后 看到眼前的一幕彻底崩溃 自己最爱的两个人 竟然在自己的床上 做出了如此恶心的事 英子气急败坏几乎崩溃 他无法接受这一切 更无法继续和他们一起生活下去 于是 这个好强又无助的女人 选择了自杀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佑珍哭得死去活来 他彻底的成为了孤儿 而且 父亲和母亲 都是他亲手害死的 三年后 俊宇依旧在加油站上班 或许在他的心里 期待着一个新的富婆出现 佑珍在大学里 交了新的男朋友 两个人看上去 郎才女貌十分登对 可回到家后 佑珍依旧和俊宇 躺在了同一张床上 只是这时候的他们 已经同床一梦 或许故事最后的结局 是在告诉我们 做错的事情就是错了 无论他们怎么努力